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感谢 非常谢谢 谢谢大家 我很荣幸今天下午能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个话题 希望所有人都吃好午饭回来咯 没有人员流失吧 今天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二十年前的今天 我在哈德逊河对面 眼看着那两座摩天大楼倒塌 那天的前一天晚上 我就在那个摩天大楼的上面 其实我是二十年前认识吉亚的 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正好在他新泽西的教会里 我们来祷告 天父 谢谢你的话语 我们知道 一切最终都在你的掌管之下 今天 我们求你继续为遇难者家属 带来安慰 求你继续向世界各地的人显明 我们需要信靠的是你 而不是任何人的政府 或者军队 感谢你 犹大支派的狮子 实在是佩德的 他已得胜 能够展开那个书卷 我们求你祝福你的话语 祝福聆听你话语的人 愿你的话语永远不会突然返回 在要发去做的事上 亨通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20年前 激进伊斯兰组织来拜访了这里 那是我第一次从以色列旅行来美国 那次只准备了一场信息 在一个教会讲 在那次以前 我从来不会冲动地 跑那么远旅行到一个地方 却只做一次演讲 因为人通常会尽量让旅行所付的时间代价 产生果效 但那年 我就是无法遏制那种冲动 我也没有办法解释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上了飞机 我记得我在9月9号 做了一场信息分享 是个礼拜天 小教会 一个很小的嘉略山教会 信息的标题是 会有和平吗 而我在分享中谈到了伊斯兰将要对美国发动的袭击 可是没有人听了当回事 美国那时候还生活在很不切实际的空想国里 我来说说为什么 你看 以我一个以色列人看问题的办法 我已经观察了好几年 知道奥萨玛本拉登奉招想攻击摧毁美国 那时候我已经看出这事会发生 而且快了 因为他们已经试了各种办法了 所以我们到了曼哈顿 登上那个摩天大楼以后 我问招待我们参观的人 如果这个建筑从顶部被撞击会怎么样 因为我知道1993年 他们从建筑的底部尝试过 那次死了六个人 一千多人受伤 那个恐怖分子叫拉姆齐尤塞夫 事后他逃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去了 我心想 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再这样干一次吗 而且现在可能会用更惊人的方式 因为从1993年到2001年 他们已经在考虑并计划使用飞机 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但那同一个拉姆齐尤塞夫 知道他不可能杀那么多人 顺便说一下 他想杀的是犹太人 他以为那两座摩天大楼里 有好多犹太人 他知道他只杀了六个人 而且里面一个犹太人都没有 于是他大老远跑到菲律宾 想搞出一个新的计划 就是那个挺有意思的名字 波金卡计划 在座有谁听说过波金卡计划 波金卡在塞尔维亚语中 是大炸弹的意思 他给那个即将实施的行动 起名叫波金卡计划 他想着我可以往12个不同的航班上 偷运炸药 液体炸药 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可以把它连上起爆器和卡西欧秒表 我要看看这样做能不能奏效 他后来真的在一个剧院里试了一下 成功了 然后他又在一架菲律宾客机上试了一次 他把它放进一个浮游设备里 后来发生了爆炸 但感恩的是那架飞机想办法着陆了 然后他去找了奥萨玛·本拉登 实际上本拉登在1984年就已经跑到阿富汗了 那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五年以后 在美国开始帮助圣战者组织 把苏联赶出去三年半以后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做了部署 并向圣战者提供毒刺导弹和尖扛导弹 击落所有苏联的直升机 后来苏联人终于在1989年离开 那是十年以后 就是在这段时期 富有的沙特人奥萨玛·本拉登 受到极大的伊斯兰教的感召 他带着金钱和热情到了阿富汗 实际上是他从各个伊斯兰国家 招募来了穆斯林 而不是阿富汗人 然后他和刚刚兴起的塔利班合伙 就建立了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建立时 旨在把占领穆斯林国家的外国人赶出去 那么这要怎么运作呢 他想着可以先在阿富汗运作 然后去菲律宾 以及世界上其他穆斯林国家 甚至去沙特阿拉伯运作 因为他相信应该先推翻那些政府 然后他们变成激进的穆斯林 接着不断发展 最终建立伊斯兰国 后来他意识到这不可能 就改变了策略 他想我要砍掉舌头 直接攻击美国 迫使美国从世界各地 穆斯林的主要居住地撤走 所以拉姆齐尤塞夫 带着一个主意来找了奥萨玛本·拉登 看 我们试过从底部摧毁双子塔 没搞成 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 我可以执行波金卡计划 顺便说明一下 好让大家知道 这个计划本来要在1995年1月执行 计划中有12架 从东南亚飞往美国的客机被爆炸 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是暗杀当时的教皇 这个计划被发现了 所以以我一个以色列人的思想方式 我想着 他们已经具备了炸毁飞机的能力 他们已经有了摧毁双子塔的企图 顺便说一句 他想的是摧毁其中一座大楼 然后那座楼就会撞倒另一座 哈德逊河水会溢出来 毁掉地基 全部搞定 女士们先生们 奥萨玛本拉登在1998年 再次把拉姆齐尤塞夫找来 然后到了1999年 整个计划已经变得很有可行性了 信不信由你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三周 美国还逮捕了其中一个飞行员 他们给他做了飞行训练 他是计划中两个月以后 另一波行动的飞行员 但因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互不买账 那家伙的笔记本电脑一直没被检查过 而所有计划详情都在那个电脑上 所以在我看来 所有的点已经有了 我只是在把点连成线 所以那天我问 如果有东西撞进那个大楼会怎么样 招待我的人说 你知道吗 那些钢筋一旦融化 整栋楼会像一堆纸牌一样倒塌 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 看到这已成事实 激进伊斯兰来拜访了 第一次让美国人认清了事实 那些你们1980年代在阿富汗帮助的圣战者组织 并不爱你们 而这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别 宗教里的照命根本不可能允许那个选项 大家要知道 仅阿富汗就有大概14个不同的部落 他们语言不同 习俗也不一样 要知道普什图人只是其中之一 他们的语言都不一样 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看美国人很好 美国是个很好的国家 美国是个大熔炉 生命 自由 以及对幸福的追求 这就是美国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抛弃一切来到新世界 来到这里的新世界 新的国家 新的价值观 这里一切都不一样 你们有公立学校 我的意思是 一开始这些学校还不错 公立学校是大熔炉 还有军队 大学 过了两三代之后 再看到亚裔嫁给白人 或者黑人娶了亚裔 都很正常 因为这里是个大熔炉 这地方是所有人 可以共同生活的地方 所以美国人 带着美国人的思考方式 去到中东 他们到了中东的 每一个国家都会说 你们为什么不能共融呢 那在别的地方不管用 塔利班 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 等等 这些惊人的组织 如今 你们跟世界上最大的赞助 恐怖主义的国家谈判 那个国家的作用 不是稳定中东 而是破坏整个中东的稳定 看 伊朗在世界各地成功创建 培养了多少代理人 看 在黎巴嫩有真主党 在也门有胡塞武装 在叙利亚 他们有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 组成的民兵 包括法特米扬师 斯纳比扬师 在伊拉克 有人民动员民兵组织 在加沙和西岸 还有别的代理组织 伊朗在支持所有这些组织 让局势非常不稳定 然后 在美国决定铲除塔利班 二十年以后 因为恐怖主义 是在塔利班那里酝酿的 那时候 所有有名有姓的恐怖分子 其实都是在阿富汗受训 而几周前 八月份 我们看到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 显示了多大的无能 我们都看到了 不需要我再来讲 我要给大家看看这个 三十万名警察和军人 手里拿着别的国家 垂涎欲滴的武器 却在两个小时里 就土崩瓦解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一方面 塔利班渗透进了那些部队 另一方面 塔利班在过去几个月里 很小心 一个美国兵都不杀 但他们一直在杀害 阿富汗士兵 告诉他们说 小心点 美国人一走 我们就要大兴屠杀 那后来他们怎么样 美国一离开 他们就丢下武器 脱掉制服 拔腿就跑 就是这样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等着瞧 12月31号 伊拉克 美国也要撤离伊拉克 是的 就是这样 就在不到一年前 一位很不一样的总统 被中东带来了和平 几个月前 阿拉伯穆斯林国家 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 这些确实表明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 那个人是谁 很重要 我相信这里的州长是谁 也很重要 圣经真言28章2节说 国家应有过犯 领袖就经常更换 依赖聪明知识具备的人 国家才可以长存 真言29章2节说 一人增多的时候 人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的时候 人民就叹喜 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说 那些称恶为善 称善为恶 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 以苦为甜 以甜为苦的人 有祸了 现在整个世界都黑白颠倒 那些制定坚恶律例的 和那些记录诡诈叛语的 有祸了 圣经以赛亚书十章一节 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想 花点时间来教育大家 明白吉哈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值得的 因为显然 大家还不明白 圣经说 我的子民 因无知识而灭亡 他们因为缺乏知识灭亡 我知道和西亚写的是以色列 但这个原则 在各个领域都适用 别搞错 吉哈德这场圣战 源自阿拉伯语中 努力这个词根 努力什么 努力宣传伊斯兰教 努力让阿拉的话 至高无上 努力贬低异教徒的神 这就是吉哈德的意思 这很有意思 因为吉哈德 不光是去炸飞机 不光是去杀人 根本不局限于这些 吉哈德是努力 在很多方面的努力 看这个单子 上面是吉哈德 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 移民 并非每个移民 到其他国家的穆斯林 都是圣战者 但圣战者 确实把移民 看作一种机会 可以去建清真寺 开办学校 开办幼儿园 还没等你明白过来 他们就会宣告 我们要统治你们 我们要接管 这些人已经遍布 欧洲各地 他们在法国 英国和比利时 有很多人 他们在街上游行说 下一个就去你们那儿 所以吉哈德的 其中一种形式 就是移民 再说一次 不要搞错了 不是每个穆斯林移民 都是圣战者 但是一个圣战者移民 一定是为了推动圣战 吉哈德也表现在教育领域 他们建学校 向那些人 向孩子们灌输思想 灌输说 只有一种活法 就是要努力 使真主阿拉的话 高于一切 胜于一切 媒体上也有 吉哈德圣战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本部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 甚至毫不含糊地 自称为媒体吉哈德 激进伊斯兰教的主要神职人员 埃及人 尤苏夫·卡尔达维 每周都在半岛电视台讲道 他在电视上实实在在地说 半岛电视台 是我们的媒体吉哈德 经济领域也有圣战 谁阻拦穆斯林的事业 就抵制谁 谁为穆斯林事业捐款 就鼓励那些企业 如果这些你都不能做 那就祈祷 他们真的有说 即便你只能祈祷 也可以成为一个圣战者 因为你在努力 而你如果找到有助于推动伊斯兰 让阿拉的话成为至高无上的机会 就该极尽所能 举起刀剑进行圣战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在全球各地 每中 每月 每年都在发生 大家会问 那些人到底是谁啊 什么人会早晨醒来以后 去自我引爆 这样的人被称作沙西德 是烈士 但沙西德这个词的意思是见证人 是做见证的 他们在乐园为阿拉做见证 因为他们会直接进乐园 或者说 他们到了乐园里时 阿拉会为他们做见证 或者说 阿拉会见证这种人的英勇牺牲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不要杀人 不要谋杀 我们的神说的是要选择生命 我们的神连他的独生子都给出去了 好让我们能活 让我们不死 而阿拉见证的是那些人的英勇死亡 大家想想 他到底许诺了什么 他给乐园里的沙西德许诺的 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无法获得的 别担心 等进了乐园 你就什么都有了 所以 想象一下七世纪在沙漠中出生的伊斯兰教徒 想象他们生活在部落社群里 想象一下这个事实 除非你效忠于你的部落 否则你就完了 想象那块刚旱的土地 想象你看见的每个陌生人 都可能毁了你 杀了你 想象你从一岁起就被教导的东西 第一 如果你为了伊斯兰的事业自杀 你就是个圣战者 是烈士 是沙西德 你会不受审判 直接进到乐园 第二 你将享受这个世界上禁止的一切 激进穆斯林对西方人的看法之一 是认为你们都是酒鬼 你们喝酒 看看你们 那时候 他们把苏联人看成是酒鬼 后来美国人来了 他们的看法也是一样 你们喝酒 所以你们被玷污了 可是你们猜怎么着 他们得到的许诺是到了乐园以后可以喝酒 再看这个 沙西德 想想哦 这个人原来住在山洞里 可是呢 等他到了乐园 可以坐在金色的宝座上 头戴宝石做的王冠 每一颗都比全世界还昂贵 他们的哈迪德说 会有一棵结满果实的树和人一样高 所以他不用费任何劲 就可以拿到果实 果实垂首可得 周围都是河流 空气的味道很好 但最棒的是阿拉会给他72个30岁 黑眼睛 皮肤白皙的厨女做妻子 有的人说会是30岁到33岁 不太确定 这些厨女会永远带着妆容 从来不吃不喝 没有任何经验 总是那么干净美丽 永远是准备好的样子 他们皮肤紧致 几乎是透明的 古兰经说 他们像镜子一样 可以让人照见自己 好纯洁 随时准备好迎接他 然后不知为何 他们永远是厨女 然后呢 可能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 如果刚才说的太关乎肉体了 现在看这个 他可以为他的50名家庭成员辩护 让他们在审判日能进乐园 想象一下 一个小男孩说 如果我死了 我会得到这个 这个和那个 而且我也是我全家的救星 你们认为美国人 有钱就可以促进经济 建学校 建幼儿园 赋予女性权利 你们在开玩笑吗 他们认为 你们是铺路走向地狱的人 在他们心目中 那才是乐园的样子 而如果他自杀 他也在拯救他的全家 你们坐在这儿可能会笑 但我想告诉你们 他们几乎从零岁开始 就一直被教导两本书 我现在说的不是古兰经或哈迪德 看有别的书讲乐园有多好 有好多河 到处都是绿色的 而他们现在住在沙漠里 那可不是给现在住在俄勒冈州的人的哦 看 这对他们来说是从没见过的生活 当然那个罐子是用来装酒的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 右边是Nar 就是地狱 是许诺给所有不努力传伊斯兰教的人的 而且 你要一直坠落 四十年 像自由落体一样 一直坠落 直到你下到地狱 四十年哦 你能想象到达时的冲力吗 四十年的自由落体 跌进地狱 他们从小就被这样叫 然后你来 跟他们说 生命 自由 追求幸福这种事 你跟他们说 美国怎么样怎么样 那张幻灯片上才是他们懂的语言 穆斯林兄弟会无处不在 他们的标志上有两把剑 剑当然是用来砍头的 但下面有一个阿拉伯语的词 很多人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词 那个词是 意思是准备 但那个词在整个古兰经中 只出现过一次 What I do 准备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经文说的 既你所能为他们做好准备 准备武器和马匹 为要在你的敌人和阿拉的敌人 就是异教徒的心中 拨下恐惧 这是一条诫命 我们的存在 就是为了准备在你们所有人心中 种下恐惧 穆斯林兄弟会是1920年代 从埃及开始的 那时候大英帝国还在控制他们 他们想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埃及 当然 许多运动是50年代 60年代和70年代的 穆斯林兄弟会搞起来的 基地组织1984年才开始 是孙子辈的 顺道一提 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 伊斯兰斯是曾孙 再顺便说一下 奥萨玛本拉登 从没想过 一开始就建立伊斯兰国 他想的是 夺下这个 夺下那个 夺下那个 最终就会形成一个伊斯兰国 而伊斯兰国的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底 想的是 不 反过来 直接建立一个伊斯兰国 名字就叫伊斯兰国 然后进行扩张 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顺便说一下 他们并不真正喜欢对方 他们把他们征服了的人 叫做 阿哈尔·织玛 就是住在他们地盘上的 非穆斯林 就是说 你受他们的保护 你不是穆斯林 但为了活下去 你要认同伊斯兰教是优越的 阿拉是至高无上的 阿拉的话是至高无上的 你要缴税 才能活下去 顺便要说 基督徒和犹太人 让他们比较棘手 因为基督徒和犹太人 被称为阿哈阿吉塔 就是书上的人 书上的家族 因为这些人有一本书 显然 这本书说 只有一位神 所以这些人可以活着 无必马上杀他们 谢谢你们 但是大家想要理解和平的话 要明白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 不可能有和平 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公元622年 穆海默德知道 他快不行了 而且他在迈迦 已经很不受欢迎了 其实他是被赶出去的 他移居到了第二大城市 迈地纳 那叫做Hijera 就是他迁移到了迈地纳 然后他策划了 大概六年 我怎么才能回到麦加 征服那里 杀死那里所有的人 或者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 不管用什么方式 然后呢 他向麦加进军了 麦加的库莱人部落 派出他们的士兵 他们在一个叫 侯黛比耶的小村庄旁边 碰了面 公元628年 穆罕默德正在寻找 他发现库莱人部落 比他强多了 然后他决定 我们来签个和平协议吧 为期九年九个月零九天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他让他们以为 他会遵守这个协议 越赴逾越 库莱人部落四处观望 穆罕默德都没有攻击 一年以后 他是个好男孩的样子 两年以后 我猜他会遵守协议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 所有士兵和所有骆驼 都派到各个贸易路线上去了 等他看到他们很脆弱了 公元630年 他征服了麦加 杀死了所有反对派 让所有愿意的人 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当然除非他们死了 就这样搞定了 这就是整个侯代比耶协议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签署的东西 一文不值 你一有机会 要干什么 接管 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些 因为在1979年 你们的总统吉米卡特 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 和平协议 埃及第三任总统 安瓦尔萨达特 是个穆斯林 他自问 等等 我可以和犹太人签协议吗 于是他去了埃及 埃兹哈尔的伊斯兰学院 他们决定 你可以签 结果会和侯代比耶协议 一模一样 不用担心 于是他签了协议 1994年的奥斯路协议 袁华的比利 就是克林顿总统 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凑到一起 也许你们把它叫 尤华的威力吧 我想是 我不确定 亚瑟阿拉法特几个月后 出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说他看奥斯路协议和穆罕默德的 侯代比耶和平协议 如出一辙 一定会导致 和平合作伙伴的失败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 你们是在和谁打交道了吧 我说这些 是因为我们眼看着 吉哈德在兴起 你们看见 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 塔利班 都在卷土重来 伊朗散布恐怖主义 比以往更加积极 大家都在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把这些都搞定了吗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最后一波大浪 为什么呢 圣经预言讲的 完全不是国与国之间 关系的事情 你找不到任何经文 说美国怎么样 墨西哥怎么样 或者说贸易战怎么样 你找不到关于英国 法国 德国 或者法国的经文 绝对找不到 圣经预言 只跟列国与以色列人 和以色列土地的关系有关 从来都是这样 生命纪32章8到9节说 至高者把地业赐给列国的时候 把人类分开的时候 就照着以色列子孙的树木 立定了万民的境界 但耶和华的粪就是他的子民 他的产业就是雅各 圣经所有预言的关键 是犹太人 你在说啥呀威力 如果犹太民族没有被弃神 忽视安息日 就不会有外邦人的时代 外邦人的时代 始于神把统治权 从以色列诸王 转到外邦的王 一步讲一下手中 这个时代会持续 直到以色列再次成为列国之首 以色列什么时候 会成为列国之首呢 圣经在罗马书11章说 是等到以色列得救的时候 以色列什么时候会得救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回来 在什么之后回来 谢谢 在大灾难之后回来 我没有问被提 什么时候会发生 因为那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 但我知道 大灾难开始七年以后会结束 你怎么知道的 圣经告诉我的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不是为着我们回来的 他要带着我们一起回来 等一下 他回来时要降落在什么地方 是要降落在拉什摩尔山吗 不是的 要降在哪里 在橄榄山上 圣经说 他们会仰望他们所赐的 他们会悲痛 他们会哀哭 那就是以色列愚民悔改的时候 全以色列都会得救 那时外邦人的时代就结束了 这不是我说的 是保罗说的 是耶稣告诉他的 女士们先生们 当激进伊斯兰世界的每个人 都在看着美国变弱 别搞错我的意思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 你们的军队很了不起 只是 现在 你们的总司令 有一半的时间 都没醒着 现在 请大家听我说 你们是不是真正强大 无所谓 只要你们被视为软弱 那就有关系了 而此刻 我相信你们自己都知道 你们被视为软弱的 虽然你们很强大 但你们被视为软弱 我们看到了那些令人震惊的视频 虽然你们做了很多 不可思议救人的工作 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些 让人震惊的视频 出于某种原因 军队比其他人还先撤退 你懂得吗 在敌人的心目中 如果有可能打败伟大的美国军队 那打败以色列的可能性就更大 现在大家必须明白 以色列从1948年到2021年所走的路程 走了从诗篇83篇到以西结书38章的旅程 我会这样来看 这是一段旅程 诗篇83篇 不要搞错 描述了我们1948年时 所面临的境况 神啊 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一言不发 看啊 你的仇敌喧哗 恨你的人都抬起头来 他们密谋奸诈 陷害你的子民 他们彼此商议 攻击你所宝贵的人 他们是谁 谁是他们的子民 他所宝贵的人是谁 继续看就找到答案了 他们说 来吧 我们来把他们除面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 答案就在这儿 以色列是一个民族 不存在阿富汗这个民族 大家知道吗 有15个不同的部落 隶属他们 如果大家好好想想的话 也没有伊拉克民族 好好想想 没有伊朗民族 看啊 是西方世界 把这些都拼到一起 画了新的地图 可是苏丹 也门 地比亚 都在分崩离析 你看看周围 你们看到分崩离析 因为耶稣描述敌人是说 民要攻打民 这不是我们理解的 国家意义上的 民与民的对抗 而是族群 对抗族群 部落 对抗部落 以色列是一个民族 所以他们说 我们来把他们除面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名 不再被人纪念 那是什么时候 本古里安宣告的那一刻 宣告他们1900年以来 称为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 名叫以色列 他们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 要和你对抗 他们就是住帐篷的 以东人和以什玛利人 摩押人和夏甲人 加巴勒 亚门 亚马利 菲利士和推罗的居民 亚述也和他们联合起来 做了罗德子孙的帮手 女士们先生们 我刚刚念给你们听的 所有名字 是以色列周边 第一圈的国家 所有从埃及到约旦 再到叙利亚 黎巴嫩 甚至伊拉克也加入了 就是亚述 那是1948年发生的事 接着1956年 1967年 1973年 都有大事 结果埃及人放弃了 约旦人后来也放弃了 他们意识到 我们不可能打败他们 如今以色列和埃及 达成了和平协议 和约旦达成了和平协议 现在埃及和约旦 都从以色列采购天然气 现在他们不仅 与我们和平相处 还从我们这里采购 他们发展经济 所需的基本物品 现在我们把时间 快进到70年以后 以色列已经在经济 军事技术上强大得多了 这时候 来看以西节书38章说的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 马各地的哥哥 就是罗斯 就是俄罗斯 米社和土巴的首领 说预言攻击他 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罗斯米社和土巴的首领 哥哥啊 我要怎么样 我要与你为敌 神对即将到来的敌人说 我要与你为敌 换句话说 你们最终不会有好下场 我必使你转过来 用钩子勾住你的腮夹 把你和你的全军 马匹和骑兵都领出来 看他怎么说的 他接着说 我不仅要与你们为敌 还要与波斯为敌 波斯是圣经中的名字 就是今天的伊朗 古石可能是今日苏丹的名字 这个我们不确定 因为他就在苏丹和 埃塞俄比亚那一带 还有福人 他说 这些国家的人 与他们在一起 个人都配备盾牌和头盔 又有戈灭人和他们的全军 北方极处的 陀加马族和他们的全军 这些圣经中 古石的名字 就是今日的土耳其 这许多民族 都与你在一起 我们读这一段 看到好些国家会聚集 形成一个 入侵以色列的联盟 局势要发展到什么程度 才会允许这个 以西结束38章的联盟 采取行动呢 因为这个联盟已经存在 但他们什么时候 会采取行动 你我都知道 我们之前听到了 之前第45任总统 还在任的时候 他们不可能 采取那样的行动 他是以色列的 坚定支持者 他把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 他取消了所有巴勒斯坦 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待遇 他宣布戈兰高地 是以色列的领土 他宣布犹太和撒马利亚 这些聚居地 是合法的 不是非法的 那是我们祖先的土地 他退出了与伊朗的协议 因为他看到了其中的 大家看啊 现在伊朗距离造出核弹 只有几周了 这你们知道吗 连美国现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你们现在对这个协议 也不再感兴趣了 因为已经太晚了 他们已经在制造军用核武器方面 取得了巨大进展 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激进伊斯兰教在兴起 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落 还看到软弱的以色列政府 依靠着穆斯林兄弟会 今天的以色列政府 要不是靠着穆斯林兄弟会的选票 一天都活不下去 大家到底能不能明白我说的 看 我们把一个那么好的政治家 换成了一个骗子 那骗子是怎么偷走选举的 是靠那些根本不希望 你存在的人的选票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以西节书38章联盟的兴起 但是有多少人 完整读完了这一章 有多少人知道 那个联盟的结局 看 人人都吓得 哎呀 他们要来了 但他们注定全要被打败 谁能打败他们呢 神会打败他们 看 不是以色列能打败他们 也不会是以色列总理 以色列将军 以色列军队 圣经里一次都没说 以色列会使用最好的武器来消灭 不 神要介入 而且大家知道吗 最精彩的是 神会以超自然的方式介入 这样就不会有人搞不清 到底是谁上演的这出戏了 打地震 从天而降的硫磺 这些都不是以色列开发的武器 所以我很搞不明白 为什么很多老师教导说 敌基督会是一个穆斯林 女士们先生们 穆斯林有可能成为世界的领袖吗 按照定义 他们不可能是 他们要么得把你变成穆斯林 要么得杀了你 第二 穆斯林有可能被犹太人接受为弥赛亚吗 当然不可能 穆斯林会允许在圣殿山上建一座犹太圣殿吗 绝不会允许 但将来肯定会有第三圣殿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 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 我很喜欢耶稣如此认可旧约时代的先知 他说 当你们看见那造成荒凉的可赠者 这是谁说的 是但以理先知站在圣地的时候说的 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迷惑了你们 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三到四节中 写信给那些很困惑的会众 当时那些会众以为就这样了 被提已经发生了 大灾难已经开始 他告诉他们说 不是这样的 你们要明白 主的日子来到以前 必定有 然后他继续说 他说到沉沦之子 他抵挡神 抬举自己 高过一切称为神 或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中 自称为神 但以理在《但以理书9章27节》中 同样写了 一期之内 他必和许多人建立盟约 这里用了Higbeer这个词 Higbeer意思是增添 他会把普通的东西变得巨大惊人 将来什么东西会这么巨大惊人 那会是第一次把圣殿纳入和平协议 他要和许多人立约 为期一周 也就是七年 但一期之半 他必是献祭和供物终止 这些话证明 将来这座圣殿会建起来 会有献祭和供物 因为他后来会终止这些 所以贴撒罗尼加前书五章说 弟兄们 论到时候和日期 不用写什么给你们了 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知道 主的日子来到 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 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大家要明白 大灾难将会极其恐怖 而且要持续整整七年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就像挪亚的时代 现在我们正在造方舟 而众人在嘲笑我们 这就是当今的景况 挪亚代表的是什么 他代表的是义 我们也应该做义的使者 所以如果你竞选公职 你就要做义的使者 如果你在公职竞选中投票 你要投给支持义的人 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毁灭性的灾祸就突然临到他们 好像生产的痛苦 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这些我们能看到 现在的宗教 不会成为世界统一的宗教 将来出现的是新世界宗教 看看启示录十七章怎么说的 你看见的那十脚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取得王权 但要跟兽一同得着权柄 做王一个时期 他们同心合意 把自己的权力权柄交给那兽 这个状况我们还没有看到 我们还没看到世界各国 丧失其国家身份 还没有建立十个实体 把权柄交给那兽 那兽还没来 敌基督记着 我在想 阿富汗人是怎么开始 逃离塔利班的 而要是敌基督来了 人们会奔向他 而不是逃跑 除非你不是他的 女士们先生们 有两节经文被引用来声称 敌基督那个家伙是穆斯林 一节是弥加书五章五节 第五节的后半部分说 亚述人入侵我们的国土 践踏我们宫殿的时候 我们就要兴起七个牧者 八个做领袖的人攻击他 好吧 让我告诉大家 这可能在公元前705年至681年 在位的亚述王西拿基利那个时候 就立即应验了 另一节是以西节书28章1到2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对推罗的君王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心里高傲 说我是神 我在海的中心 坐在神的宝座上 其实你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你心里却自以为是神 信不信由你 推罗的君王 推罗当时是最富有的王国之一 他真的以为自己是神 顺便一提 许多许多国王都认为他们是神 我上次去查经的时候看到 你们记得谁被虫咬死了吗 西律 为什么他被虫咬死了 因为群众以为他是神 而他从来没有否认 记得吗 甚至罗马的凯撒进入罗马时 有些个小丑一直跑在他前面 告诉他 你不是神 你不是神 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神 他们被当作神来崇拜 所以在以西节预言之后 推罗两次被摧毁 先被尼布贾尼萨摧毁 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 如果大家想了解狄基督是谁 有三本书给了我们一个 关于狄基督一致性的画面 就是《弹以礼书》 《贴萨罗尼加后书》和《启示录》 我们读了《弹以礼书》八章 《贴萨罗尼加后书》 还有在《启示录》十三章中 会看到很多关于这个将要出现的家伙 是什么样子 听着 我说了很多听起来不好听的话 我向大家展示了 这会是最后一场吉哈德圣战 为什么 因为激进伊斯兰教 在以色列的山上被击败的那一刻 以西节书说了 一个新人马上会浮上舞台 为数以亿计 因为环境而困惑 绝望不顾一切的众人 介绍一种新的宗教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是不用担心的 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难过 你们应当信神 也应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的地方 如果没有 我怎么会告诉你们 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然后猜猜会怎么样 就必再来 干什么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好时我在哪里 你们也在哪里 女士们先生们 谁会在那时候改换地址 是我们 看 他说的不是 你们在哪里 我也会在哪里 他说的是 我在哪里 你们也在哪里 他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还有 我去的地方 你们知道那条路 耶稣说 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 有平安 看 如果你想从这个政府 或从军事力量中 找到平安 或者从古事中 从某些励志演讲者中 找到平安 或者从某些教会 裹着唐衣的信息中 找到平安 那些信息告诉你 你只要宣称什么 命名什么 你就能得到什么 女士们先生们 那是行不通的 耶稣说 你们在我里面 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患难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对患难这么惊讶 但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世界 我要这样说 当世界在等待 最后的圣战时 我们在等待 最后的号角 有好多人 每一年的吹角节 都来找我 吹角节过去以后 他们又生气 又失望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吹角节都过去了 我们还没 我们还在这 朋友们 最后的号角声 是神的号角 不是在这里吹响的 不是犹太会堂里 几个犹太人吹响的 不是的 那会是神的号角 天使长的声音 天使长在你身边吗 不 他在高处 那里 这不是关于我们 在地上 为他的回来 做准备 而是关于天堂 准备着 我们要去到天堂 所以最后的号角 在这里 是听不到的 没有人会在这里 听到号角声 我们会蹦 刹那间 就离开了 剩下的每个人 都会说 哦 谢谢 主啊 他们离开了 咱们快来开派对吧 你们要明白 那时候在地上 没有人会想念你 我们要离开 有号角声 和天使长的声音 迎接我们 天上那个 预备豪宅的项目 已经进行了两千年 我们会被迎接 入住豪宅 到时候就会是这样 所以每当情况艰难 情况一定会越来越艰难 但神从未应许 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耶稣一次也没说过 你们放心 在这世上 你们会得到玫瑰缘 从没这样说 所以情况会变得艰难 但我们的心思意念 应该专注在天上的事 把你的心思 放在天上的事上 基督在那里 坐在父的右边 他的心不在地上的事上 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应许 天父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注定 不用经受神的愤怒 我们将得赎 免受即将到来的愤怒 天父 谢谢你所有的应许 感谢天父 我们目睹着激进伊斯兰教的兴起 也许现在我们明白了 他们为什么会有 那样子的思想方式 我们祷告 你会向这些人写明你自己 祷告耶稣会向千百万 受骗至深的人写明自己 这些人就像撒旦手中的奴仆 父啊 我们祷告 求耶稣会继续在 异梦异象中 向各部落首领写明自己 然后这些首领会告诉全部落 听着耶稣是主 没有别的主 父啊 我们也为以色列的得救祷告 我们祷告 天父 我们知道 我们明白 大灾难最终会使他们得救 但我们祷告有许多人在那之前就找到 父啊 我们也为这个国家 美利坚合众国祷告 虽然他正在衰落 至少很多人认为是这样 天父 基督的身体在这里还活着 我们求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向这个国家的很多人写明你自己 让他们明白 我们不应该靠车 而要靠那在万有之上的名 就是和平之君 和平之主的名 唯有他能给我们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 他的名字是耶稣 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 我们奉他的名祷告 所有神的子民都说 阿们 谢谢